他們啟動那個 全天的 因為 都沒有洞發射澳視傷害 這條救護車 這把這水溫的 沒有人不動 救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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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大片車窗碎成蜘蛛網狀 車體左後方破了一個大洞 走進遊覽車裡更是令人觸目驚心 車椅東倒西歪 鞋子散落在走道 現場宛如人間煉獄 不少民眾滿臉是血 蘇花114.7公里處 這起死亡車禍 不僅讓人聯想到10年前的 這起意外 大量土石崩塌 搜救隊員攀爬在碎石上搜救 2010年10月21號 美濟颱風來襲 造成暴雨 一輛載著陸客的遊覽車 行進蘇花公路115公里前後路段 被崩塌的土石擊中不勝墜海 造成26人死亡 這恐怖的巧合令人毛骨悚然 不過彈開地圖 2010年的遊覽車事故 是發生在舊的台九線 112到116公里處 如今改成台九丁線 這次的事故地點 則是在新的台九線 與蘇花改貢線部分 當期事故地點雖然相近 但實際上差了約六七公里 但這個路段 目前也不是蘇花改整件過的路段 這個路段因為是屬於這個 公線路段 那代表就是說 不是這個第一階段 蘇花改的這個 右線路段的部分 所以這邊的線型 應該都還是這個OK啦 不過事發路段彎道多 李萊希也在臉書上發文 蘇花改還是蘇花不改 選前民進黨政府 開了一張十年期的長票 選完了恐怕又忘了 這場重大車禍 能不能喚醒 政客們的記憶與承諾 還給花東民眾一個公道 第一次兩年內可以完成環評 一百一十九年能夠來完成蘇花安 十一年前 一場車禍釀成二十六人死亡 如今舊公路里程數被抹去 換上新的路段 卻又在接近的里程 再度發生死亡車禍 多花風險依舊在 民眾只希望能快點有段 安心的後山路 記者林醫生彭欣美 一旦報導 有關本署貞捷遊覽車 在蘇花公路自撞傷病一案 今天呢 跟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社會大眾做說明 有關於 在今年三月十六號下午四點二十二分 左右在宜蘭縣 南澳鄉東月村 福花公路 一百一四點七公里的北上路段 發生遊覽車 自撞山壁 導致了六名乘客死亡 其餘包括駕駛 導遊以及乘客等 三十九人輕重傷這個案件 那夜經呢 本署假官最怕衝擊 認為 騰龍通運公司 所屬的 游信司機 涉犯過失刺死 等最顯重大 僅本署假官已重訴 有關於呢 這個案件的證據調查 在本案案發之後 本署 不勝必假官 必及指揮呢 宜蘭縣政府警察 余蘇澳分局 來極致爭辦 先後傳訊的被告 游信司機 乘客 遊覽車後方的自小客車駕駛 還有案發後呢 脫掉車的這些業者 來深入了解 案發前後的這個情況 在證查期間呢 也針對遊覽車 多次來進行雨勘還有檢驗 那查控呢 也勘驗了行車記錄器 還有被告事發時候的這個駕駛做了演像 他的操作的這個狀況 並呢 那組警員裝置行車記錄器的這個公司 來檢視本案的數位式的行車記錄資料 也就是俗稱的數位大名 那另外呢 因為本案試射交通判斷 這個專業 所以假官另外組請中央警察大學交通系的 陳高生副教授 來進行道路交通的這個事務鑑定 承辦假官綜合上訴的這些證據 確認本案呢 那車輛的煞車 排檔還有尼克器系統在按發時的時候 是可以正常操作的 游覽車沒有任何的故障的情勢 但是被告在限速時速40公里的這個事務前的這個彎道啊 他沒有降檔 而是以五檔的高速檔的持續的來行進 而且呢 以時速45公里以上的這個速度超速行駛 也不當地以這個油壓檢出器 那也有稱之為電子閥的這個檢出器啊 來替代煞車使用 在發現到油壓檢出器不能夠有效的降出的時候 雖然呢 他有以降檔的方式來進行引擎打殺 可是呢 在匯忙當中操作時代 沒有把排檔桿打入到正確的檔位 而至於空檔 他又在換檔的時候呢 踩踏離合器 所以導致油壓減速器中斷了 那就增加遊覽車時速的危險 在造勢前啊 時速已經達到54.3公里以上 等到行駛到第三彎道的時候 雖然有緊急煞車 但是呢 仍然煞車不急 而撞三臂造成了重大傷亡的事件 所以呢 被告的過失駕駛行為 是本案事故的造勢原因 假官認為啊 被告涉犯刑法第276條的過失致死 還有呢 第284條前段的過失傷害 還有後段的過失重傷害等 最顯呢 予以起訴 那以上跟各位呢 做錯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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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mon 謝謝 這裡